常来就是把我们在实际拍摄 我很好奇 他们都是因为什么才艺进到才艺班 其实是 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才艺才要进到才艺班 对 为什么就是缺啥补偿 对 我呢因为没有教过书 所以我才来当老师 你知道吧 所以呢我也在学习当老师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些刚刚小龙老师说的这些礼仪的东西 我可以再跟大家多说一点 其实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个基础 就是我们要懂这些礼仪 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礼仪学会了以后 我们是可以用到演戏上面 可能我做这些礼仪的时候 正常人都要很聪明 其实这些东西观众和包括你的对手 都能够感觉到这个 这个是你传递给大家情绪 通过这个礼仪 有很多传递种给他们的方式方法 我很不情愿 但是他就比我大 但是我就是 我做完礼 该行礼该行礼 但我就退后的时候 我直接走 我不想骗你 或者是我摸下来的时候做什么表情 这都是你自己要去 在这个规定的情境里去发挥的 通过行为来表现 对 好 精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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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 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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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